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一间 那里一间 近几年,有一间在左近的 除了便利店,还有咖啡店 我觉得香港人是钱,不如喝咖啡 因为见到很多精品咖啡店 现在很流行,来多 喜欢吗? 是不是10分,每分? 8分 很多人习惯了 每天不喝咖啡不安乐 有时会觉得像一个人 每次上班前喝 为什么? 我觉得会精神一点 提神,一起床就重要 基本上每天都会冲一杯 200分左右 上班好像会精神一点 像一个黑雀锅 让自己做事 很多人每天上班都要喝杯咖啡 包括Andy 但不同的是 Andy每天上班都要喝很多杯咖啡 因为他是一个咖啡师 每天开店前 他都要试一试当日咖啡豆的味 早上8点半 他喝第一杯咖啡 其实那个动作就叫做Toon Shot Toon Shot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想把咖啡豆那天最好的状态 试完之后出给客 有些似的感觉就是 你是厨师 你可能想煮一碟菜 你要 confirm 它的味道是OK 然后才出给客 隔了不够两分钟 他要喝第二杯 这杯加多了少许咖啡粉 刚才我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我多了它的粉量 最终想它喝下去的风味上 就是会厚一点 暂时有第二杯 这个状态我估计 可能我大概要喝多三四杯 到会有一个风味 比较好一点的咖啡 几分钟后再试喝 又一杯 再一杯 开了铺不够一小时 Andy喝第六杯咖啡 其实今天算相对比较硬 才能喝不到一杯 因为正常 如果是很密集的 做中间有没有限 其实八点钟开铺 可能八点三 八点四 其实可能已经试了六杯 七杯 拍摄途中 他腸胃已经有少少不舒服 去哪里 现在去厕所 现在去厕所 回来再去厕所 回来再去厕所 再去厕所 Andy回来之后 其实相对来说 已经没那么大事 昨天我觉得我的状态 基本上是不适合喝咖啡 很老实 两三杯之后 我已经感觉到我自己 不好 还要在那里直行 然后我最终 无限地轮回 在厕所和厕所 一直游走 结果是回来 然后坐一坐 可能涮了一台下 都不知道有没有 然后又要马上跑回厕所 要知道Andy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首先要拆解一下 咖啡的成分 咖啡的成分 除了我们熟悉的咖啡因之外 主要还有甲 尾 这些矿物质 和维他命B2等等 另外 咖啡内含有丹宁酸 有研究说丹宁酸 有助抑制基因的损害 防止致癌 亦可以降低葡萄糖 进入血液的速度 稳定血糖的水平 但有注册营养师认为 摄取过多丹宁酸 可能会影响身体 吸收钙质和铁质等等 咖啡内有一种 叫丹宁酸的物质 进入我们身体之后 就会和我们的钙质 或者铁质 会黏在一起 令到我们的钙质 和铁质 变成一些不容性的物质 变成我们身体不能够吸收 换言之 喝咖啡 某程度上 会阻碍铁质和钙质的吸收 如果长齿下去 而我们平时的日常饮食里面 又补充不足够钙质和铁质 有机会导致缺碟性的贫血 或者骨质疏松的情况 黄韵之补充 和其他食物的成分一样 不同地方来的咖啡 营养成分都会有些不同 不同地方种植 土壤、环境 可能都会影响了食物本身的营养成分 等于咖啡一样 例如不同地方冲的咖啡 或者用不同的咖啡豆 其实冲出来的一杯咖啡 它的咖啡因含量都不一样 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 本身是一个常卫科医生 他还有第三个身份 是一个咖啡爱好者 自从我开始做院长之后 即是说八年前 我就开始喜欢喝咖啡 甚至乎越喜欢 就差不多每天我都喝两三杯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工作繁忙 工作压力大 如果工作久了觉得脑闭失 陈家亮都会去办公室里的咖啡角落 自己动手冲一杯咖啡 这些就是我自己冲咖啡的一些价餐 平时没空的话 就放一杯咖啡 立即冲一杯 简单、方便、好味道 两盒半斤 你可以冲到一杯 不错的咖啡 有时发觉做事做得很累的话 就尽管自己冲 嗯很香 这样其实灵感又回来 可以继续自己每日很日常很繁复的工作 回到工作崗位 作为一个肠胃科医生 究竟他认为喝咖啡 又会不会影响肠胃和其他器官呢 我作为一个肠胃科医生 都见不少肠胃不舒服的人来找我 很多人告诉我 我不能喝咖啡 我喝了咖啡 我胃就会很痛 或者有些肚胃 相反也有不少人来找我 就说 医生我没有了杯咖啡 我过不了过一天 同系的咖啡 在不同人身上 在腸胃上所产生的后果 是个个会不同的 欧美有文献指出 咖啡内一些成分 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 造成腸胃不息 和胃痛的症状 但陈家亮认为 这个说法不能一概而论 喝咖啡会削胃的情况 亦都没有医学根据 的确有不少人受不了咖啡 例如喝了咖啡 会觉得很多腸胃的不舒服 是否代表咖啡内的物质 例如咖啡因 会令到我们的腸胃黏膜 受损伤 发炎 以致溃 其实医学上 是没有这样的证据 反而我们发觉 为什么有一部分 喝了咖啡有问题 就是当他们不受得的话 进入了我们的腸道里面 他会将一些这样的讯息 发放给我们的大佬 令到我们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他认为喝咖啡最重要 不要过量 还要了解自己的承受能力 我不会去特定 哪些的饮食 例如咖啡 是对身体有益还是有害 最重要是看每一个人 以及要适可而止 如果你觉得喝咖啡 帮得到你 令到你的精神会好些 无论令到你的工作态度 灵感各方面好些 你就喝了 那份量是重要的 一般来说 在医学上 一日一至两杯咖啡 如果你受得咖啡 对你一定是有好处 多过坏处 虽然医学上没有证据指出 喝咖啡会影响健康 但是不少国家和地区 都会制定针对摄取咖啡的指引 咖啡会刺激人体的中枢神经 释放多巴胺这种激素 所以喝完之后 我们会觉得亢奋 记忆力变好和反应变快等等 相反 如果喝过量的话 可能会令我们有焦虑 心跳加速和失眠等等 美国食品药品监察管理局建议 成年人每日摄取少于400毫克的咖啡因 而美国副产科医师学会和医科学会 分别建议孕妇和小朋友 摄取少于200和100毫克的咖啡因 一个人一日可以喝多少杯咖啡 主要视乎里面有多少咖啡因 有营养师指出 不同种类的咖啡 咖啡因含量都有分别 以一般240毫升的积磨咖啡来计算 就有约95至200毫克的咖啡因 鲜奶咖啡就有约90毫克咖啡因 即溶咖啡就有约60毫克 而通常只有约43毫升的浓缩咖啡 已经有97毫克的咖啡因 每一杯大约50毫升左右 但它已经有90多毫克咖啡因 如果当你的50毫升变成240毫升 即是成大五倍 如果我要喝一杯240毫升 差不多是500毫克的咖啡因 所以相对之下它是浓 而且有些人会喝doublex special 即是它更加了 提回Andy试喝咖啡的习惯 他的腸胃对咖啡反应很大 又经常喝浓缩咖啡 咖啡因很多 他会否考虑喝少一点呢 每一位医生复诊的时候 他都有提过 不可以喝那么多刺激性的东西 和不可以喝那么多咖啡 但通常他说完这句之后 我下一句就跟他说 但我现在是做咖啡的 不受得咖啡 但工作需要又要喝很多咖啡 我们就着他的情况 询问一下营养师 和腸胃科医生的意见 看看有没有方法可以舒缓一下 我不敢肯定咖啡师 他们试咖啡的时候 可不可以好像喝酒 在口腔里面浪缓 知道味道大约是怎样 那就把它套出来 就可以避免了 每一天要摄取 喝太多咖啡因 或者咖啡产品 假如你要喝那么多咖啡 引致它很多的不舒服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喝足够的清水 会将里面那些很浓的咖啡 咖啡因和其他物质 起码沖淡了 还有很大的水分 可以帮你沖走 其他不同的地方 希望我们减少一点的问题